舉辦藍染行人大幕級活動 邀集了成人組及兒童組 還有區公所的同仁一同參加 展現藍染創意裝扮 大家發揮巧思 把創意和日常生活進行結合 活動還有攝影比賽頒獎 除了傳遞藍染之美 也藉由節慶活動培育藍染種子 發揮三峽在地的特色產業 三峽的藍染布業曾經興盛一時 後來因為產業變遷而沒落 近期在文史工作團體的努力下 終於重現藍染風華 為了推廣工藝之美 同時結合三峽團體及學校 舉行非洲鼓 胡琴演奏及各式舞蹈表演 將地方特色發揚光大 現場貴賓雲集熱鬧滾滾 這個是我們三峽藍染職業 主要辦的第十五年 那我們也結合我們在地的社團 在地的學校 下午還有我們這個混的 我們一個三峽的商商 讓我們很多的小朋友 今天下午就進行來 來做所謂的藍染體驗的活動 那今天晚上就做我們 這個藍染職業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 現在正在表演中 未來就在家中的藍染 下午十一 二 二 二 推動到我們 裡面的藍染 我們也會用大家的生活 來創作結合 我們會朝這個環境 去看裡面 三峽藍染遠近實名 與時尚文創結合帶動新商機 藉由體驗豐富的歷史 感受到藍染工藝 歷經百年歲月 古老又創新的活力 也期盼藉由外界推廣 將在地文化走向國際舞台 中央新闻卢之中三峡报导